好 各位同工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怎样用GPT 变成一个学生的个人数学 补习老师或者数学教练 一个教授 过往我们都用GPT或者GPT4 他真的会计算一下数 当然有机会有些出错要查查查 但是有时会发觉他给他的答案太现成 即使给你的答案未必学得到最多 今天就介绍一下怎样将他成为教练的模式 看看这个 假设我想解解这个方程 初中的中一级 比如H加1除3加H加2除4等于1 解解 通法模 要做一堆step 这些都不算是太浅的题目 现在我用PUE App里面的GPT4 去解解解这个方程 首先将Equation 即是打进去GPT上 H加1除3加H加2除4等于1 留意因为始终这是一个 用文字输入方程 不能够输入太多符号 还有分数分子 H加1 H加1 这里要bracket 暂时情况只能是这样做法 好 叫GPT去解解 它真的解解 我们都要查一下答案才可以 看它没错 那些step是非常有道理的 例如先找了3和4 这个分母的LCM List Common Multiple 就是12 接着就做通分母 Multiply both sides of the equation by 12 它就一路计 接着就把12的Factor Discipline 令到左边变成4 X加1 再加3 X加2 等于12 然后Expand Expand 接着Combine 留意 它的step 也解得非常有道理 非常reasonable 其实和教科书都不是参加太远 你已经是非常logical的推论 但 有主要计算 最後的话 triple deivided by 7 H2 好 누 course 今天mesibout colab example 其实都是这样做法 Endeffeld 和《华学书》 poco学书 都不是很大分别 所以另一问题 究竟将校会不需要教科书的 因为会可以给你 dry 也全能解释 如果要中文 那就只需用 例子 以繁体中文再解释 它就可以考nis 中文解釋给你 但是始终有缺点就是 好像教科书的例子一样 他给你一答给你 其实学生的思考空间 就未必是最高的 因为你有了答案 一弹出来就是解决 你未必是刺激到 学生的思考很多 那WATF我们将它变成一个 譬如教练的用法 或者真正的 补习老师的用法就是 他会向你提出问题 不是一次过把数学答案给学生 跟我们教授一样 教学生的问题问你 我们不会一次过把答案给他 因为他学不到东西 为什么反过来就是 我们将那个问题打散 逐个逐个step 用一个问题来问学生 step by step guide他做数 才是最好 所以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模式 其实我们叫coach的模式 就是数学教练的模式 那GPT4都做到的 查GPT3.5都可以的 不过你有时都未必是 查到学生打进去答案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在GPT4试一试先 那我们照理解一下这个equation 我们先刷一下吧 那我之前就跟他说 You are a mathematics coach 那他是一个数学教练来的 那就是solve 这个equation step by step 那他还要说明就是 不要一次过给所有答案的答案 不要一次过给所有答案的答案 never give me answer in one go never give me answer in one go 不要直接一次过给所有答案的答案 ask me question in each step and wait for my answer correct my step 就是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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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把problem写成这样 You are a math coach solve your equation step by step never give me answer in one go ask me question in each step and wait for my answer correct my step if there is a mistake 好 那就去 那就会进入一个类似coach的模式 一个所谓教练的模式 看看他做不做到 就是做到 就说明就是 first we need to find the least common multiple LCM of the denominated 3 & 4 can you tell me the LCM of 3 & 4 那当然啦 他现在有进步了 他设计了一些可能的 choices 可以自己打就行 或者直接按这个 LCM 3 & 4是12 LCM 3 & 4是7 有些类似 解方程的step 斩开做数题的MC 那样 好 那就要我按这个 12 譬如我真的认识 那样 他就告诉你 答对 那跟着呢 那跟着呢 是的 LCM是12 那跟着呢 我将个equation呢 每一个term都乘以12 那目的是clear 那个denominator 就叫我写了 can you write the equation after multiplying both 那真的好像个教练那样 或者保识老师呢 就是豪的保识老师呢 应该是逐个step 问回学生呢 他应该下个步骤呢 是怎样做 你用个问题去 guide他 是怎样做 好了 那跟着呢 每个term乘以12 那所以呢 那这里我就做了 同写式的equation 那就是呢 h加1 除3 乘12 就是4乘 h加1 跟着呢 再加 12 除4 3 3乘h 2 那这里我特意打错过了 譬如右手边 我不记得乘12 右手边呢 留下一个1 那看一下他呢 我能不能找到那个问题 是啦 他就说you almost got it right 那呢 就是啦 真的懂 叫我改回 他知道我偏了右手边呢 是 偏了乘12 so the right hand side should also be 哇 这个真的好像个教练 補助老师一样 就是告诉你呢 你右边呢 是乘12的 哇 这个非常之正 Please correct the right side of the equation 那这个呢 所谓叫individual guidance 就是这样解 好啦 我打回12 That's correct 那呢 左边呢 變成4乘 h加1 再加3乘 h-2 好啦 跟着呢 就叫你 discipline 4 and 3 to the terms insert the parentheses 就是拆固啦 那我就拆了 4h 那我这里特地 我就四天拆錯啦 正常来说 老师呢 就会 4h加1 的 不记得那1 要乘4的 那呢 那后面呢 3h呢 本来应该是-6的 那老师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都不记得乘3 你这个学生的common mistakes 这样 那看一下他呢 想到做得到 或者发不发现到的床 都真的发现到的床 there's a small mistake in the distribution 那呢 double check 是啦 那呢 就correct 他没有说明你错什么 不要假设啦 我真的 啊 是哦 这个1都要乘4 起码提到水呢 就是说 你真是 9个step呢 是真是出错的 3h -6 等于 12 是啦 那对啦 他真的告诉你对啦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 保证老师来的 那呢 跟着他们combine terms 4h 3h 7h 那跟着后面呢 通常错的机会不是那么高啦 就像学生来说 4-6-2 7h-2 等于12 就继续按下去啦 7h-2等于12 跟着呢 这个term呢 真的非常好的解设 IsolateH 就是将H 变成一个单独的term IsolateH 左个加2 那就是7h等于14啦 那这班学生呢 去到这个阶段 多数都会做对的 那你在想什么呢 Write the final way to fix 可以选这个 应该不需要答 Let's go 那这个做法就是 是啦 就是一个 Individual guidance 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problem是这样的 就是他 你会告诉他 他是一个coach 一个教练 叫他不要 就是一次过给了所有答案 给我 那我们可以教学生这样做 就是不要一次过 你把答案出来 那就等你呢 就有多些空间 才考 这个步骤 好 好了 那做完了 那可不可以再提类 类似这样的equation呢 你知道 AI的最大好处就是 你可以叫他 Give me another 你可以叫他 Give me another similar solving equation question 那他会出题类似这样的题目给你的 那他类似出来呢 就是改数字 这个最正的地方呢 就是 你不用几秒钟呢 就有人出题数呢 类似这样的题型 最重要的题型 让你有得练习一下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他够快咯 就是可以针对性 補救到学生某个的强项 或者是弱项的 那当然呢 可以呢 因为不同的选择 比如你叫他再tame me more 或者呢 你叫他solve一次给你看先 又可以 那所以呢 是的 就是用途是非常之大的 看下文字题了 那很多初中学生来说呢 就是硕科里面的文字题呢 都是一个学习的痛点 或者难点来的 因为呢 就好像 就是看comprehension一样 首先你要解问题 就是看清楚问题 是问些什么 例如他这个 不如第20题啦 那就是传统的典型的 cost price啊 mark price啊 discount那些的 就是折扣的问题 我们可以呢 叫个AI 就是gpt step by step 引导我们呢 去solve这个文字题呢 就是有时候呢 这些组织的画图呢 以前我们教学生呢 就是 画图去solve这个问题 就是用个视角化的角度 去将个问题呢 呈现出来 那现在有个 另一个方法呢 就是 AI 可不可以透过那些问题去 引导我们去解栏呢 首先 把这些文字呢 抄出来 好 抄过来呢 这边 那重点就是呢 就要他做一个coach 所以这个呢 一定要这样写的 告诉那个AI 听呢 他是一个数学教练 重点就是 step by step呢 教我们去做 千万不要呢 就 give me the answer in one go 不好意思 我将所有的step 给了个学生 或给了我 每一个step呢 都问一个问题 等我的答案 那呢 就更加interactive 还有呢 真的好像一个人去 在你身边呢 指导你去 计一题 问字 就这样 好 跟着呢 就去得了 那就 好 去 那这条问题呢 就这样讲的 在一间 Electronic Shop呢 就一个微波炉的cost price 成本价520元 那现在呢 就用30%的discount去出售 on the mark price 那还有个标价的 就是成本价 和售价中间有个标价 那已经知道 现在是 正赚65元的了 即使有30%的折扣呢 都赚65元 那叫你找到一个微波炉 它是标价 就是中间的价钱 第二个价钱 那跟着呢 就 AI就说 就是 solve this problem step by step 叫你 找个send price 那我们已经知道 cost price 520 也都知道是 正赚65元 那头很清晰 它直接知道呢 cost price 再加上的profit 就是那send price send price 就等于 520 再加65 对不对 成本价 再加你赚的profit 就是售价 那mark price 是中间的 过度期的价钱 是哪里的呢 grant equation grant equation 对啊 great 那现在就叫你算 那不就 那不就看 简单的 20965呢 585 好 它又继续了 做下去了 那send price 是585元 售价 那现在我们知道 microwave 就是offen 就是discount是35% on the mark price 就是第二個價錢 那 mark price是當是m啦 幾好啊 會不會用xy 就是可能跟mark price的description 就是第一次一樣 Can you write an equation for the selling price in terms of the mark price and the discount 這個呢 口功夫這個 那一邊想一想 那 mark price 應該是高一點的了 減了350% 就變成個售價了 那所以呢 m乘以減3% 那本來呢 正確來講 1-35% 就是等於那個售價 就想想 標價乘以1-折扣率 就是那個售價 那我由這裏特意進去 弄個錯給他看 答案給他坦坦 看他呢 是否真的detect到那個錯誤 那很多學生可能會這樣 將那個mark price 標價呢 直接乘回3%的折扣率 就是等於那個售價了 看AI能否detect到那個問題先 真的找到我的錯誤 close 就是反正他不要 直接說你適合了 close 那些字眼呢 就是你錯誤了 就是 550 等於 m乘以1-3% 好了 對啦 這次 你對 他真是說你對 你錯了 他真是說 只剩下你的問題在哪裏 那我發覺 gpt4真的好少少 在這方面 他的數理那邊呢 是強化了 好了 那現在呢 解決了 解決了 沒什麼特別了 剩下的step 通常都比較少錯的 即使是學生來講的 除非他按錯 就是0.65 那他就 perfect 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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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再多个答案 真的这个答案 当然用这些GPT或者AI 最大好处就是 继续一段时间 你可以叫它 Give me another similar problem 用这些AI最大好处就是 你可以叫它即时给你类似的提形 给你去solve 它就立即会出得到 它就会改数字 或者不是in a trine shop 这次是furniture shop 很搞笑 家具店 dining table 改得很大意 改小一点 数字是改过了 接着就可以立即有个practice 这样用AI的模式就好像互动一些 把它当成一个数学教练 step by step 引导学生 去找个问题的答案 就不是一次给所有的答案给学生 有时反而未必辞到他们的思考 你当个问题去 Cue他们 反而会真是stimulate到 那个thinking process 那就不会说 太过依赖AI给个答案 反而是用AI 刺激我们的思考 好了 我这段影片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了 Bye Bye by bwd6 by bwd6